泰坦音响人与巨型磁力马桶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熬战 在获胜后 他们及时救出了伤势严重的泰坦时钟人 此外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成功解救了被寄生的泰坦监控人 哈喽小伙伴们 我是你们爱BB的AI许少 今天我们接着来欣赏多姆哥时钟人宇宙的第11集精彩剧情 老规矩 影片开始前记得干啥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还不快搬好小板凳 系好安全带 给咱点个赞 咱这就发车 在开始之前 联盟成员们前往马桶基地 旨在拯救泰坦时钟人和被寄生的泰坦监控人 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激烈对决 就在他们即将成功拯救泰坦时钟人时 一个磁力马桶人的突然现身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致使拯救行动失败 现在 让我们进入第11集 瞧瞧剧情如何发展 视频开头紧接上级磁铁马桶人出现的场景 此时我们能看到 磁铁马桶人的周围再度漂浮了一些黑色物件 而这些黑色物件究竟有何作用 让我们接着往后看 只见它发动身边的黑色漂浮物 直接炸毁了旁边的建筑物 黑色漂浮物的作用也就显而易见了 紧接着 磁铁马桶人启动两边的涡轮增压器 准备用导弹袭击主视角监控人 这时 一枚粒子大炮发射过来 打断了磁铁马桶人的动作 原来是泰坦音响人赶来支援 随后 泰坦音响人给粒子大炮装满弹药 准备再次攻击磁铁马桶人 却被磁铁马桶人 直接用磁铁吸走了右臂上的粒子枪 紧接着左边的粒子枪也同样被吸走 就在磁铁马桶人洋洋自得 以为泰坦音响人没了武器时 却见泰坦音响人使用了自己的新装备 喷火器 磁铁马桶人健壮 便用手臂挡住火焰的攻击 随后启动磁力将泰坦音响人甩到地上 而泰坦音响人也不甘示弱 直接启动喷火器 将磁铁马桶人的磁铁烧得通体发红 就在被火焰烧完之后 磁铁马桶人还想继续用磁铁攻击泰坦音响人 然而却毫无作用 这里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个小知识 磁铁在经过高温一段时间加热后 将会永久失去磁力 所以磁铁马桶人的磁铁 在泰坦音响人喷火器的加热后就没了磁性 对泰坦音响人也就失去了作用 看来联盟成员发明喷火器 就是为了对付磁铁马桶人 紧接着 泰坦音响人直接跳到磁铁马桶人的身上 利用音波攻击磁铁马桶人 这时 我们的主视角监控人也用手捂住了耳朵 由此可见 泰坦音响人的音波攻击威力巨大 随后 在泰坦音响人持续的音波攻击下 磁铁马桶人的磁铁帽子被直接震飞 接着泰坦音响人拿出两把匕首 分别插进了磁铁马桶人的右眼和头部 就这样结果了他 解决完磁铁马桶人后 泰坦音响人询问主视角监控人 泰坦时钟人恢复好了吗 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 联盟成员们指着一地的碎片表示 由于磁铁马桶人的出现 导致阵法受到破坏 所以泰坦时钟人还没有恢复 随后 泰坦音响人来到泰坦时钟人的身边 观察了一会后 便抱起泰坦时钟人离开了 就在离开时 抱着泰坦时钟人的泰坦音响人 还亮呛了一下 由此可见 泰坦时钟人因拥有坚硬的外壳 而导致自身十分沉重 就在众人望着离开后的 泰坦时钟人和泰坦音响人时 地面传来的剧烈震动 引起了小队成员的注意 只见之前存放泰坦时钟人的地方 此时从底下钻出来一个电钻马桶人 电钻马桶人笑嘻嘻地看着主视角监控人 随后准备对其发动攻击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电钻马桶人的右上角 沙漏时钟人正在悄悄出现 准备用自己的大锤解决掉电钻马桶人 突然 从旁边快速飞过来一个指针 直接戳穿电钻马桶人的头部 而后又快速飞走 同时带走了得意忘形的电钻马桶人 这时镜头转动 原来是我们熟悉的白衣精英时钟人 和电视机人ISO赶来了现场 暂停我们看到 而白衣精英时钟人的手里 还拿着刚刚干掉电钻马桶人的武器 看来是白衣精英时钟人 拯救了主视角监控人 随后 白衣精英时钟人 向主视角监控人脱帽问好 而在他旁边的电视机人 ISO从出现起一直是一个表情 究竟是什么导致他这样呢 随着主视角监控人镜头的转动 女影响人正在向他们打招呼 所以电视机人 ISO是被女影响人迷得神魂颠倒了 面对电视机人 ISO一脸花痴的状态 白衣精英时钟人 不得不用响指不断提醒他 从而把他从幻想中拉回现实 这时 建筑外面传来了巨大的响声 主视角监控人来到大门外面查看情况 便看到了泰坦电钻人 正在和被寄生的泰坦监控人战斗 就在泰坦监控人举起战锤攻击时 被泰坦电钻人伸长手臂抓住脑袋 而无法攻击 随后 泰坦电钻人使出全力 将泰坦监控人拉倒在地上 不过 泰坦监控人也不弱 他直接将泰坦电钻人拉了过来 随后朝着泰坦电钻人就是一锤 因此 泰坦电钻人也由于重心不稳而摔倒在地 此时 镜头给了泰坦监控人的战锤一个特写 随后只见泰坦监控人浑身颤抖 开始蓄力 直接一个大锤朝着泰坦电钻人挥了过去 紧接着又是一锤 结果战锤直接碎掉了 这里足以说明 泰坦电钻人外壳的坚硬程度相当牛批 这个时候 战锤的碎片朝着主视角监控人飞过来 并且击穿了面前非常厚的铁门 由此可见 战锤的制作材料也是十分坚硬 紧接着 泰坦监控人便用战锤的手柄 直接刺向了泰坦电钻人的核心 随着泰坦电钻人核心玻璃碎片的散落 一道镭射激光光束朝着泰坦监控人射了出来 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泰坦电钻人核心的玻璃在被击碎后 三个小钻头显得格外醒目 可惜泰坦电钻人的核心是有双层保护的 而且泰坦监控人并没有准确击中泰坦电钻人的核心 要不然泰坦电钻人就该倒地不起了 随后 泰坦电钻人开始使出自己的大招 只见泰坦电钻人双手变成钻头插入地面 随着地面的剧烈震动 泰坦监控人的身体便陷入到了地底 就在泰坦监控人即将利用飞行背包逃跑时 一个时间大炮打向了泰坦监控人的背部 阻止了泰坦监控人的行动 泰坦监控人转头望去 原来是时钟飞船赶了过来 并对着泰坦监控人发射了时间大炮 这时泰坦监控人生气的想要用粒子炮攻击泰坦电钻人 结果左手又被时间炮给定住了 随后右手也同样被暂停在了原地 这时 时钟飞船也来到了泰坦监控人的身后 舱门随即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 飞船里有两个电钻人和一个多头电钻人 同时多头电钻人的背后还有一些蓝色的光芒 而且触手也有一些蓝色电流 随着镜头一转 便看到了女时钟人和女电视机人也来到了战场 通过女时钟人举枪的动作 可以确定泰坦监控人手部的时间暂停 正是女时钟人发射的 随后 女电视机人的电视机头来到泰坦监控人的面前 对着她发动了催眠技能进行辅助 而泰坦监控人身后的电钻人 也趁机来到泰坦监控人的背后 准备找到寄生在泰坦监控人身上的寄生马桶人 就在大家紧张等待的过程中 寄生马桶人从泰坦监控人的身体里飞了出来 惊慌失措地想要逃走 但是由于嘴里的管子非常坚韧 导致她怎么都拔不断 这时 多头电钻人用自己的钻头 直接将寄生马桶人 连接在泰坦监控人头部的管子给钻断 就在寄生马桶人准备逃走时 从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全身都是盔甲的电钻人 直接把寄生马桶人带到地上 用钻头疯狂地戳寄生马桶人 经过一番猛烈的操作 成功地将寄生马桶人送走了 在寄生马桶人被解决掉后 就迅速取消了对泰坦监控人的时间暂停技能 女电视机人的电视机头也飞回到了她的身上 泰坦电钻人在看到泰坦监控人恢复后 也从地底离开 这时 主视角监控人朝着泰坦监控人竖起了大拇指 但是泰坦监控人却摇头拒绝了 我猜此时 泰坦监控人的内心应该非常内疚和自责 而本集也到此结束了 这集的剧情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多姆哥还展示了许多新的角色 同时 联盟成员不仅救走了受伤的泰坦石中人 而且在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也拯救出了被寄生的泰坦监控人 同时 磁铁马桶人也被干掉了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但是唯一令人担心的事情 就是被救走的泰坦石中人能否被修复好呢 接下来联盟阵营又会有哪些新的挑战呢 记得关注许少 了解更多后续精彩剧情 好的 听AI许少BB也要快乐一整天哦 我们下集见